金色传说 终于让我找到小空间都适合的摄影灯 就是我面前的 像是一本书的一个灯 它大小大概是60x60 反过来一共有12x24个灯珠 关于大小对比 这个是卷布灯上了自带柔光照的大小 这个是LS300X加60厘米柔光照的大小 是不是轻便很多呢 现在市面上的灯都是瓦数越大 体积和风扇就会越大 像我自己一个人单兵出去的时候 我只能带一个爱蒙拉60x 其他的顶多再多带个配件吧 就不敢再多想了 今天终于让我找到一个形态非常有意思的灯 叫做卷布灯 也就是像现在面前可以把它折叠起来的一样 它的形态就是这样子的 那可以把它对折起来 差不多就是这么大 那这个呢是它的控制主体 差不多就是我的手巴掌那么大 它背后自带魔术贴和机眼孔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贴在天花板上或者吊装 那它的型号写在这里 是爱蒙拉F22C 它还有其他几个型号 那我现在拿到这个型号 就是它200瓦的型号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极限亮度 大概是多亮 打开到100% 好朋友们 我现在 我不敢睁眼 太亮了 这就是200瓦的一个功率 就这么薄的一张纸 然后它有200瓦的功率 那它的色温控制范围是2500到7500 像现在就是2500 像现在呢就是7500 既然名字叫做卷布灯就可以说明它的材质体积和重量了 最薄的地方有0.5厘米左右 那用微距镜头看每个灯珠 应该说是每个灯片上 一共有五个方形灯珠 通过不同颜色之间的混合 达到颜色的变化 比如这个是2500K 那这个呢是2500K偏绿色加1 这个是2500K偏阳红负1 那这是7500K偏绿色加1 那这个呢是7500K偏阳红减1 艾蒙拉F22C灯的本身加柔光配件重量是2.7公斤 而艾图式LS300X加60厘米柔光罩呢有4.4公斤 因为重量轻啊 所以可以在不挂沙带情况下 把魔术腿伸到最长 可以打一个标准的顶光 比如说像这个场景 我把它作为桌面拍产品的主光源 效果呢就很赞了 其他使用场景 比如说像走到这里要模拟一个顶光 但我这的层高只有2米65 如果使用LS300X加60厘米的灯做顶光呢 那大概率我的头就可以插到灯罩里了 这个时候如果用卷布灯完美隐藏的同时呢 还可以保证比较好的打光效果 再配合两个灯棒 补一下其他部位的灯呢 就可以还原夜间走廊的灯光效果了 至于最终打光效果的区别呢 我想请大家来分辨一下 哪个是F22C的打光效果 哪个是LS300X加60厘米灯光照的效果呢 200瓦功率的灯 大家会想要问它的散热模式是怎么样的 灯主体的位置呢 它是被动散热 200瓦开半个小时的温度呢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操控端呢 是主动散热 那它的温度是这样子的 虽然说了它这么多好处呢 但是它还是有使用限制了 就是因为它的光区大小相对固定 没办法通过不同尺寸的身口罩变化 局限在人物的半身拍摄 小产品以及小空间使用 阴影呢也会更黑 柔化程度会更差一点 好了那以上就是关于艾蒙拉F22C卷布灯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你了解这款灯有所帮助 那我是张恒 咱们下期再见